你可要看好了 一个皮蛋 两个皮蛋 三个皮蛋 今天用皮蛋即将解锁一个新吃法 99%的人都没有见过 真的特别好吃 又营养 皮蛋捣碎以后 给它炒制 罚免金黄 加入三片生姜 取向真心 好喝又浓白的关键 一定要加入101度 我家的开水 再下入比你媳妇还嫩的豆腐 盖上盖子 炖10分钟 准备够吧 打入一个正经的鸡蛋 不知不觉 我已经分享了 快2000道美食视频了 还没有得到你的鼓励与支持 今天这个视频 就点一颗免费的小红星 支持一下吧 非常的感谢 然后再准备 这个宝宝裙带菜 每次只需要一点点 加冷水泡发 就能够泡发出一大碗 裙带菜的钙含量 是牛奶的30倍 平时用它做个裙带菜 挤鱼汤 裙带菜排骨汤 裙带菜牛肉汤 给孩子喝 都特别有营养 这个时候汤汁已经炖的 特别浓白 然后放入裙带菜 调味 加入食盐 鸡精 和黑胡椒粉 出锅前 撒入葱花 还有枸杞 这样做的裙带菜 皮蛋 豆腐汤 鲜美好喝 而且营养 特别丰富 没有喝过的家人们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 真的特别好喝